今天勇士是开启了他们五个客场之旅的第一场 他们客场挑战的黄蜂 这场比赛很遗憾 勇士在加持阶段输给了黄蜂 其实有的说这场比赛缺乏有点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呢 勇士队还是有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 不然说两支球队有些渊源 包括库里的这个父亲还在场边做解说 会不会什么手下流行呢 比方这个比赛黄蜂说太能抗的 这些咱们都抛开不谈 就说勇士本赛季打的这六场比赛 战绩不是很好 50%的战绩三胜三负 那么有很多小伙伴就会对勇士的这个战绩表示失望 其实我也预期没感觉到就是能打成这样 但是在我看来呢 勇士要是想迎来真正的蜕变 首先两点 第一忘记自己未免冠军的身份 第二忘记未免冠军的压力 那么轻装上阵 为什么上个赛季勇士打的好 因为没有包袱 是不是 因为他们大上一个赛季 连季后赛都没进去 对不对 上个赛季开始的时候无欲无求 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步巨大的胜利 但是呢 他这个赛季开始 你看全员都有很沉重的思想包袱 你包括主将练科尔 他想练阵容 他想为以后的高端局比赛做准备 但是呢 就陷入到两难的境地 就是战绩和培养新人 勇士有些球员也是 就说涂尔拿了大合同之后 就瞬间不知道怎么打球了 也包括这些新秀球员 这个库明家 怀斯曼 他们其实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这种肯定 但是呢 上场机会还是挺多 感觉打的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勇士全员要把这个热情劲降下来 上个赛季勇士怎么打呢 我就是按照我的步骤打 我就和你差那么一点点距离 你就赢不了我 对不对 但是现如今你看勇士的比赛 我就落你那点 我感觉他想追上就能追上 但是他就是追不上 就是赢不了 这是勇士现在面临的问题 而且包括主力阵容 他的这种偷懒进攻的手感 除了库里和嘴哥之外 其他的没有稳定的第三个得分点 你比如说普尔今天 还算可以 但是呢 汤姆森又不灵了 所以说这是勇士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明天还有一场被靠背的比赛 最近这前十场比赛啊 反正我跟勇士的球迷说一下 不要对勇士的这种胜率 抱有太高的期待 我感觉 主力还是会输掉一部分比赛 但是这也是为整个赛季 所做出准备 所付出的这种必然的代价 这没办法 那么重点批评 还是库明家和怀斯曼 尤其是怀斯曼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能真正的成长起来 但是在我看来 有些球员给他机会 他就能闪光 有些球员给他机会再多 他也不一定能打得多优秀 就能打得多优秀 就能打得多优秀